這個我可能兩隻手都壓不下去 來 頂住用力 用力 如果你壓不下去 就只有平常你在坐椅子的時候 你的人體的這個氣的循環 他這張椅子就會讓你修復了 謝謝 這個我直接分享好了 我覺得這張椅子剛剛我在平甩的時候 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的中心定點的位置 就是你的臀部往後坐 中心定點的位置 因為我們 我現在才練到太極的初期 所以我們在練那個虛點 虛部跟實部的時候 手都要放在我們背後的間綴的中間 然後就是要確定我們這個點 是不是有沒有在一個平衡點上面 但是我剛才坐在這張椅子上 其實我原本坐那椅子 我自己的腰痛大概有38年快40年 但是現在已經好了差不多了 我大概九成了 所以我只要一坐 一坐到不是人體工學標準的椅子的時候 我的腰跟我的腿 我剛剛腿就有點快要抽進椅子拉 因為換了這張椅子來之後 他自己又回來了 所以人體本來就有一些自立的能力 但是這張椅子最大的好處 他就是中心點的定位 讓我們會在一個平衡中間去做練功 如果在平衡練功 你的功跟你的氣會上得很快 但是就像我們平常 因為我自己平常在練平轉的時候呢 我的中心點常常會偏右邊 其實我看到很多人的肩膀都不是在一個水平線上 一定多少都會偏左或偏右 這個是人體的慣性 但是當這張椅子坐上去的時候 他就是讓你一個在一個很水平的狀況下去練習 所以其實我剛剛自己在想 因為我們家也有做不類似的 也是秉瑞到我們家幫我去量高度去定制的 那我自己都有想要擺 我還在想我們家到底要放哪裡 不知道要放哪裡 我還在想說那我應該把一個 我放在那個電視間的那個電風扇捐到煤門來 然後再把這張椅子買回去 但是我覺得這張椅子真的很舒服 因為我有時候在平甩的時候 我的右腳的無名指跟中指會麻 因為我的中心始終沒有辦法抓到那個平衡點到正中心點 但是這個椅子真的真的太棒了 然後我覺得很舒服 那我也推薦大家一定要 因為太吸引人了 謝謝 然後如果人是放鬆的 循環是好的 他的力量就會很強 但是他如果不放鬆某一些點被壓迫到的時候 他手就沒力 其實現在手已經沒力已經在抖了 對好 用力 頂 你看 腳都起來了 我用這種力量 這個我可能兩隻手都壓不下去 來頂住用力 用力 壓不下去 就只有平常你在坐椅子的時候 你的人體的這個氣的循環 他這張椅子就會讓你修復了 那你如果在練功的話 你就促進你的氣血 在不斷的一個循環 讓你的身體也會修復的你一些受傷或不好的地方 那所以光坐椅子就有感覺 你光坐著看電視 你都有在練功 厲害 這些完全都是沒有事先安排好了 自己是說你會做得到燈獄 來遠浴 去 контрії 你的瘦 你會說你偷端 你還好 你會做的燈獄